這個整夜的構造這麼奧妙 包括它這個頸部 這根頸這個頸 它是什麼形的 有沒有看到 什麼形的 正方形 它這個頸部是正方形的 一般頸部都是圓形的 這個頸部是正方形的 現在要介紹這些 有的人就認為說 這個有什麼關係嗎 這跟我們修行修行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是我們要慢慢去看到外深 要去看到法界的奧妙莊嚴 這個是要協助大家去斷那個深層的我慢 如果修行光只是在我們內深裡面看的話 那深層的我慢不容易看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回來看內 有時候要看外 內深外深要一起看 這個是我們的外深 所以今天看的是 大部分是我們看我們外深的這些奧妙 看整個法界大自然這些奧妙 你看像一朵花一樣 一夜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從一朵花裡面我們去看到那個奧妙 平常我們看好像沒有什麼 在路邊的小花這沒什麼 但是你慢慢靜下來去看 它呈現出來就好像一隻鶴在飛有沒有 像個鶴往天上飛這樣 慢慢去看看到那個奧妙 好慢慢的欣賞 因為這個現在沒有時間做疑的解釋 解析下去 大家慢慢的來看 看你心悅靈靜下來 你去看那個奧妙 看到那個美 看那個深奧 那以後假如有因緣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戶外方面的互動 然後來我們實際在大自然之中 再去看到那個活潑潑活生生的那個佛法 像我看到這些 我都是讚嘆 知道嗎 我看這些是不是看到驚奇 看到讚嘆 法界的奧妙 緣奇變化之後 它就會變化出很奧妙的這些 像這些我問我自己 我不可能憑空可以製造出這些 一方面去看欣賞大自然的奧妙 一方面問自己 我可能去製造平空去製造出那些出來嗎 所以慢慢的去體會 然後我慢也都會斷了 這是什麼他知道 這什麼 油麻菜籍 這油麻菜籍 當它在開花的時候 整圓蜜蜂蝴蝶很多 這個就是蝴蝶喔 白色的這是蝴蝶 整圓的蜜蝴蝴蝶 這是什麼花 蝴蝦 蝴蝦 菜蝴 蝴蝴花 你平常有這麼樣的近 有這麼清楚的去看它嗎 有這樣好好的去欣賞它嗎 它的構造 它的花紋 你心要慢慢靜下來啊 慢慢靜下來去看這些的奧妙 我們慢慢要去看到緣起盛生 所以上次有跟大家講就是說 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不是五個一加起來等於五啊 這之間它會有很奧妙的變化 所以慢慢你會靜下來去看去欣賞的話 你會發現說 最深奧的 最美 最深奧的藝術 是在大自然中啊 最深奧的藝術在大自然中 你人工的雕刻在怎麼丁 在怎麼雕工 在什麼巧奪天工 在怎麼細膩 但是比起大自然的奧妙 你在怎麼雕刻的那種什麼精細那些裡面 你雕不出那個活生生的生命啊 你知道嗎 大自然的奧妙 精細以及那種活生命的活力 以及無常法印跟無我法印 在一夜一花裡面都在告訴你 所以大廠裡面會有講到說 我們要看到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來 有沒有 有沒有這一句話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來 那個不是很玄啊 就是你要心靜下來慢慢去看 這個不是幻想 不是去想像啊 不是抽象啊 而是心靜下來之後慢慢去看 你就會去看到 哇 處處都是天堂 見到天堂 這是什麼花 知道嗎 這是什麼花 知道嗎 蛤 不是 金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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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 南瓜的花 我們平常看這個好像沒什麼啊 但事實上 它這一顆 它融縮在這裡 它都在告訴你緣起 告訴你緣起盛生 告訴你無常 也告訴你無我 還有告訴你這個奧妙 變化無窮 同樣一個陽光照射下來 那個顏色可以千變萬化 它所有的顏色變化 不管再怎麼變化 都是來自太陽光啊 知道嗎 所以光是一個陽光一個火界 它就可以變化出無窮 加上水界呢 加上地界呢 加上風界呢 那更是無窮神奧的變化 所以我們是這一系列是要慢慢協助大家 看到那個緣起盛生 看到整個法界的莊嚴 有沒有 大臣蠻喜歡講的法界莊嚴 還有無上盛生微妙法 都是在法界裡面展現的 所以我們心情內慢慢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 從平常最微不足道的地方去看到法 那你去看到 你會跟他一起微笑啊 知道嗎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見遠 就是說青山跟我在微笑 那就是見見跟我一體啊 這裡它是有花中有花 有沒有 這奧妙就是 這裡有一朵 這裡有花 然後花中有花 這是會兩層樓的 知道嗎 這是兩層樓的 這個花 這是什麼花 雞蛋花 這是雞蛋花 那我們要去看一看 你看一方面它會有芬芳 它會有清香 一方面你要去看它的花紋 顏色 還有它的葉子 但是你慢慢去看 它葉子的組成 那個紋路 你心慢慢去看下去 慢慢增下去 慢慢去看 我們平常都是心 都定不下來 走馬上探花地看 你看不到它的奧妙 看不到它的美 所以你心慢慢增下去 你去看到 像我一看這個 哇 這是讚嘆 大自然這些那種奧妙 但是我們的讚嘆裡面 我們沒有抓取 不是去探 還不是去抓取 而是欣賞這個大自然的奧妙 那你看這一棵那個小草裡面 你看它的組成構造 對稱 構造 還有它的紋路 這些處處都在告訴我們 哇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來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你看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它這個也來秀一下 它也來客串 這裡 那你看它本身在告訴你它的紋路 它的組成 有沒有 有沒有 它這個上面有打一個叉 所以你看 它再告訴你 哇 也是很奧妙 很玄 再來 這是鐵樹 鐵樹開花的那個花 你看這些都是很奧妙 都是很奧妙 我們平常看到這個 好像不覺得這有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這是酪梨 酪梨 愛社長 那當我看到這些的時候 哇 就是看到那個奧妙 看到那個生命力 有沒有 這是葉子的末端 那你看它這裡面充滿的光彩 充滿的生命力 所以你要慢慢去看 你看起來好像這個沒什麼 這個只有葉啊 錯了 它都在告訴你 無常無我 還有緣起甚深 還有告訴你 充滿著生命 而這個生命就是有各種緣起 地水 火風 空 這樣它才能夠欣欣向同地存在 而且它本身的顏色又會不斷地變化 越嫩的 然後中的變化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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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在告訴你無常的變化 都是緣起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花 很像刷子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取名叫做奶瓶刷 奶瓶刷 像那個要刷奶瓶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刷奶瓶 這個就是這樣 它這有一支瓶子上去嘛 這個長長的 可以拿回去刷奶瓶 所以這叫奶瓶刷 那你看 這個花的構造就是這麼的精巧 就是這麼的精巧 所以慢慢去 那這是什麼 這就是 就好像一個人拿著兩把刷子 知道嗎 所以你要在這個社會 要在這個世間的 你要有一把刷子還不夠啊 要有兩把刷子 對對 卑至雙運 解脫道 菩薩道 要有啊 知道嗎 要有兩把刷子 那這個你看 平常我們看喇叭花 這個好像看起來沒什麼啊 但是他還都在告訴你啊 然後他們也都在告訴你 原生原美 無常 所以從最微不足道的地方 從最平緩 最平淡的地方 去看到無上 深深 微妙法 所以你慢慢的就會看到 法界片一切處 法身片一切處 淨土片一切 那你看 這個葉子 它就是這樣 構造這麼的微妙 構造這麼的微妙 這麼的精彩 所以慢慢的去欣賞 打自然 這是 這是什麼花 知道嗎 茉莉花 那茉莉花 我們記得從小的時候就唱這個茉莉花這個歌 那你看到 茉莉花它沒有去體會 就說 茉莉花它有一個特殊的 就是它會散發出 滿芬芳的味道 但是它的芬芳又是哪裡來 它的芬芳又是哪裡來 所以一朵花它會開花 又送出芬芳芳出來 它都在告訴你 包括這芬芳出來 它就告訴你 這都是緣起 各種因緣具足 如果你說 這是因為茉莉花本身它就會香 它是怎麼來 對不對 你說它有種子啊 這個種子又哪裡來 所以你慢慢去看到 來看到那整個法界 這是茉莉花 桂花 桂花一樣它散發出芳香 清香 所以這兩種花 剛才茉莉花 桂花這些 大家比較常見的 它會散發出芬芳出來 大家聞這些味道 看這些花 你都去看到緣起神聖 緣起神聖 你再怎麼雕刻精細的花 它沒辦法散發出那個芬芳出來 那有的話 只是噴上人工人工的香料 那也不一樣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孔雀花 孔雀開瓶 孔雀開瓶 我本來 因為這是一個變葉樹 變葉樹 因為看到 哇 它一棵樹裡面 竟然顏色這麼多的變化 覺得很驚訝 就把它摘下來 本來想說把它那個 這幾片把它做一個集中拍下來 讓大家參考 就是說就是這個一方面告訴我們 一方面告訴我們無常變化 有沒有 這一個是無常生命變化 那因為在排的時候想說 這好像比較單調 結果又摘一葉 不是 也是剪一葉 那個榮樹一葉在這裡 剛好一組合起來就好像一隻孔雀 有沒有 這是孔雀頭 這是孔雀尾巴 所以去看那些變化 這是什麼 鳳凰花 鳳凰花 那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鳳凰蝶 知道嗎 鳳凰蝶 這是 像我們小時候 在鄉下都會去做這方面的 我們以前的玩具也是這個 這也是其中一種 有沒有 是用鳳凰花去 完全都是鳳凰花的材料 去組合起來的一隻那個蝴蝶這樣 這個叫做麵包樹 麵包樹 那你看 所以要拍攝這些 我都要盡量讓它解析度要高 解析度高就是要讓大家慢慢去看到 它一個月裡面 你看它的紋路 以及它的長相 每一頁都不一樣 而且它那個紋路 以及貝貝 你看它這個一樣 我獻貝貝給你看 這面貝貝都獻給你看 你看這個紋路 你慢慢去看到它那個奧妙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是因為你的心還不夠細 你還沒有活在當下去看 那個最深大的藝術 你看 所以這個是又可以用一頁下來 然後讓大家來看造得更微細 它這整個網路 整個網路的構造 有粗有細 然後你看 細中又有細 然後再來還有更微細的 這整個構造都很微妙 再來這個是墓園 那你看 那我們心花朵朵開 這是整個那個 白馬 那個 油菜紙花 油菜紙花 整個窟 你看這些人 當然是 所以要多接近大自然 大自然 它會幫助我們心花朵朵開 多接近大自然 然後去看那個大自然的奧妙 從最頻繁 因為怎麼樣 無上甚深微妙法 它都隱藏在最平反平淡裡面 都在你當下的身心 在當下的大自然界裡面 你這些你看不到它的微妙 你跑到他方世界去 你也是看不到 知道嗎 所以要把心慢慢靜下來 然後去看欣賞這個 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 它都在跟我們講經說法 那你看 它這個同一張裡面 同一尾 同一支下來 那效果變化 顏色就這麼多 這裡還有一個蜜蜂 還來這裡 湊爛鬧 這都告訴你活生生的 活生生的 那你看 這個 這好像 這是真的很假 有沒有 這是真的 它是真的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是假的 看這紋路 看這構造 以為是假的 以為是人造的 所以說真的很假 但是事實上它就是真的 那我們看看 這些顏色花五顏六色的這些變化 都是這麼的精彩 這麼變化 無窮 再來 你看 這是什麼葉大家很清楚 大家這不陌生 但是這個葉子裡面 一方面 我們這就是那個菩提樹的葉 那我們要去看到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花紋 還有它的花的 那葉子的顏色的變化 一方面你要去看到它 他們每一葉都有反光 去看到那個生命力 看到生命力 看到緣起 看到它們的變化 變化 所以這個顏色的變化 也是一樣在告訴你無常 所以你要處處去看 這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是蘭花 這個是一種竹子 一種竹子 一種竹子 它的葉就是這樣 一片一片的 葉就是這樣 一片一片的 這是竹子的一種 你看它這個從這邊過來 然後來到這邊又變葉 所以這件事情讓你看一下 另外一種竹子的長相 我們看這個大自然 平常不以為什麼 但是你看這裡面的花花世界 五顏六色的世界 要去看到 都是從太陽光這樣演變過來的 這種種顏色 從最平緩平淡裡面去看到 它這個奧妙 它的組織 它的架構 這些奧妙 然後去看到這些顏色的 五顏六色的變化 再來 我雖然是一棵小榕樹 但是我卻毫不自卑 一樣 當下 在哪裡 我就好好的活出那個生命力出來 你看這個顏色 你看它顏色本身都在變化 而且它這又是這麼鮮的紅色 這裡又會變化 那跟後面這個顏色比較 綠色這些比較 你看 那這個顏色本身 你說它本身它就有帶有這樣的一個基因 那問題是 那又是怎麼來 你看 所以這個顏色本身不是它本身在決定 都不是它本身在決定 所以都是種各源起 像這個 對 這是整個法界 整個法界的奧妙 這個來修 你看 那你認為 你平常都 你認為我好像瞧不起我 事實上我覺得 你們人類很多常常都在自詢很煩惱 知道嗎 我過得很快樂 那我不會去跟人家那個爭能奪利 我不會去跟人家展現我慢 我很安住於每一個當下 而且它事實上它是慈念事裡面 它那個人緣最好的 人緣最好的來修 真的它很聰明靈利很討人喜愛 所以它這真的就是廣結善緣 每個人他都好 那你看 你們在那裡什麼爭明奪利 或是在那裡什麼煩惱哭 你看我餓的時候就吃飯 不是 有一句話叫什麼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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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來 不是 有一句話叫說 困來人 雞 意思是說說 你如果雞肉的話 肚子餓就吃飯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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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我這樣 我覺 Bea 事實上 就是這樣啊 雞來則飯 卷則免 雞來則飯 卷則免 就是這樣啊 再來 後面剩下幾張 這就說 要讓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雖然是個小花 但是我不會去跟你這個大樹比 這樣知道嗎 你大樹 我尊重你的存在 但是我小花 如果我跟你比的話 那會變成有個比大比小 比高比低 你就會有一筆有比的話 就會那種自卑 有卑慢就會有我慢 但是我不會跟你比 不會跟你比 大比小 不用那些 你做你的事 那我當下把握當下因緣 該開發我就開發 我燦忍地開發 再來 這個日日春 一樣啊 該開發我就開發 我不會去跟蓮花比啊 這裡面有重要的意思 知道嗎 人類的那個比較的心 就讓我們落入二遠堆立的世界裡面 那個比較的心 也很容易形成作茧自負 那你看大自然就是這樣 我不會去跟蓮花比啊 人類會 如果你是這一朵花的話 那你會覺得 我要跟那個蓮花比 要比大比小 結果一比起來 哇 我差太多了 那個自卑又出來了 所以你看大自然這些花 它們就是這樣安住在每一個當下 我什麼樣的因緣 我就是全然地開放 全然地開 那你看 我雖然是朵小花 但是我一樣在這法界裡面 我全然地開發 我也是在中年法界啊 如果這個小花你會去跟人家比的話 那你就自卑一出來的話 你那個小花就不敢開啦 知道嗎 你開到那小的女兒 你如果敢開 知道嗎 所以如果有那個有比大比小那些的話 那自卑就出來 那你看 這個花也是一樣啊 你是你嘛 那我一樣 你進全然開你的花 那我一樣 這是全然的開發 那不管你是紅色的 反正我是什麼色 我不用去刻意要去把自己一直磨練磨練 磨得自己 讓自己形成圖上紅色的 所以我就會變成你那個前面的那個紅色 如果你在那裡比大比小這些的話 你要向別人去做成別人那種模樣 那你就會怎麼樣呢 對你自己的現況 你不知足 你不會暗住在你的當下 你會設法要去 你會很苦 活得很苦 因為你覺得你一直欠缺很多東西 人家說要紅色的才好 那我這個白色的不行 你就一直要改變自己 然後一直要去 甚至 好的 那最快就塗上一層紅色的 你就會失去你那個純真的面目 就會變成假 所以這個 你看 這個花 一樣啊 我在宇宙中就是開花 這什麼花 芭蕉喔 好像不是芭蕉 這什麼花我不知道 這是在故宮伯苑至善園裡面排的 但是覺得說這個花蠻漂亮的 因為它這個一開過之後 它就又會再開 它這個會掉落掉落 那你看 它是一樣 法界裡面的莊園法界 好 那我們再看 這個你看 這是什麼花 這個 蒲公英喔 是不是蒲公英 好像蒲公英那種嘛 現在就是說 這個花 你看 它是小小的花 而且又是在生長在惡劣的環境下 又是在墻角 那你看啊 當我當下的因緣在這裡 我就安住在這裡 安住在每一個當下 這樣知道嗎 那你來不來看我 我花開 不為誰開啊 我不是課要開給你看 那你不來看我 我就在那裡懊惱生氣啊 所以 法界就是這樣 就是各種緣起之下 就是全然的接受 全然的 活在每一個當下 全然的開發 全然的開發 所以 包括你看 我算小花 但是也有小隻的蜜蜂來欣賞 這裡啊 有沒有 這裡有一隻 那這裡也有啊 好 所以 那你看 你這個很大的花 我大花就是我大花開啊 我全然的開啊 這是向日葵嘛 向日葵 這是真的花 這不是假的 那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去看到它裡面的這個奧妙變化 這裡面又好像有點那個 像那個奧林匹克運動場 有沒有 像那個奧運裡面的這些選手在裡面 而且你看 這裡面它是有它的排列組合 它這個都有赤地的 有層次 有赤地 它這個又有層次 有赤地 所以我們要去看到那個奧妙啊 大自然的奧妙 那你看 我雖然是一朵小小的花 但是我不必去跟你向日葵比 你 就是你嘛 你全然的開發嘛 那我雖然是一朵小花 但是我沒有自卑 一樣 我活在每一個當下 接受緣起 接受整個大自然這些原則 然後全然的開發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那種二元對立去比大比小 那你比起前面那個向日葵的話 哇 你這輪的就這樣 紅 東 都死亡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羞愧而死 都不敢開 知道嗎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看這些 也是互相能力的就是說 我們要從那個二元對立 比大比小的世界 能夠草脫出來 你要活得真實 活得有自信 這個自信不是我們喔 活得真實 活得有自信 OK 好 我們今天就到此 下課